《选美》 选美可以用两个字去总结 一个是坐字,一个是站字 赢了可以坐冠军宝座 输了就要站两边 正所谓一步一擂台 你不要看他们一班佳麗叫的的 接下来会用武器和我们切磋一下 好,我们马上请出出台的维利利亚 和16号的黄碧安 他们所使用的武器就是 鸡毛嫂 好 也不是我记忆的咖啡色那种 这么鲜艳的 那种都可以的,那种都可以 先跟我们的评判聊天好吗 是 先跟威廉聊天 威廉 是,大哥 威廉,你觉得他们 鸡毛嫂的姿势行吗 其实我从小时候开始很怕鸡毛嫂 现在也怕,现在怕女朋友 鸡毛嫂 吐到你这么健碩吧 但我看到他们鸡毛嫂 两位佳麗鸡得这么有美感 我就想,如果能够请到他们上来家打掃的男士 一定很幸福 你只请他上来打掃,没有其他原因 你坦白点好 打掃的事就打掃 只是打掃 只是打掃 好,好,谢谢威廉 谢谢 好,我们马上请出 8号的艺术冠 以及17号的陈维静 他的武器就是七大武器之首 隐藏于民居之中的一张 威廉,就是在大排档 杀人于无形的 就是那张好摺凳 好摺凳 我真是想做摺凳 我真的很喜欢他这个姿势 那条… 什么 长脚… 他说黑哥,你拍了这么多电影 是 哪位演员 最喜欢利用摺凳去轍人 你不是吧,Ken 你真的相信他是七大武器之首吗 以前有的 现在拍戏不是周星辰年代 现在拳拳到肉 现在拿摺凳 只剩下手 拳拳刀肉吗 当然了 我不拍了 不要拍了 好,接着请出 9号的伊利沙维他 以及18号的孔千千 他的武器正常了 手槍 手槍?好 看看吧 好,我看你 被他射死也可惜了 不用拿着槍 你看到漂亮的表情 已经准备你了 但提到真的好开槍 我相信在座看了这么多 如果有一位嘉宾 他承认了第二 也沒有人會承認第一,黑仔 你不是說我嗎 你再多過兩年吧 我會說我們的評判 上格混沌先生 真的嗎 如果我們在座的朋友 給予熱烈的掌聲,大聲一點 夠大聲的話 是 我想他可能會考慮 上台示範給我們看 如果我們給他一大多的鼓勵 我想Mr.Van Dam 可能會考慮上舞台 展示我們如何維持槍 真的嗎 再接著你的掌聲 Ken… 坦白說,我拍了這麼多廣產片 我很想跟國際荷里活巨星掛下我 你想也不要想 你想我寄你的稿就馬上叫白車 那不要了,來照顧他… 我照顧他… Mr.Van Dam,非常誇張 你喜歡對方的身形嗎 FPVP的姿勢們 有沒有看到嗎 可以嗎 他們很不舒服嗎 他們會很好 他們很舒服嗎 我認為… 他們很舒服嗎 那奈奈奈奈奈能不能說 10分是多少分呢 我會說6.5分 他們很棒,但只有6.5分 但他們都可以嗎? 當然 要留下自己示範 請教我們如何撐槍 OK 像這樣 當你撕開 當你撕開,你必須要小心 你必須要穩定 當你撕開 當你撕開,你必須要這樣 不要撕開,那是我們的老闆 撕開 撕開 1,2,3 嘩 是否值得多點掌聲 太厲害了 我相信家裡的朋友或其他朋友 已經學到東西了,把錢放在袋裡 不過奧非的小朋友千萬不要亂玩槍 只要玩玩,好嗎? I was just gonna say that 不要亂玩槍 我們玩這支槍是玩具槍 No playing with guns 學完東西了 稍後回來 我會頒發另一個獎項 進入另一個淘汰 千萬不要走開